歌劉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汤里面身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在1985年正式在香港开始建立石安教会 其实在头一两年 可以说我接触最多的事迹 一个是复兴教会的包德玲 一个是新道教会的陈弓展 而事实上在今时今日 当我们教会差不多可以说 现在有这么多印证 信心 可以说将要是一个冲刺的时候 神将很多的印证给我们 将很多的教导 很多的神迹 很多这些难以置信的伟大的程度 直着圣经也好 直着我们身边的事件也好 我们直着所打开的很多Obey 以及启示也好 我们慢慢直着信息 直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 直着现在 甚至我们主日说的信息 说一篇就印证一篇 这种程度 甚至连4794 都在说一天都没有偏差 阿神带领我们 对不对 现在 为什么4794 好像是我们的专利 因为说是由我们商养水事件 至到Bob Jones去榮耀列车的预言 中间的日子是4794天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些印证 简直是非人类能够想象那么伟大 对不对 其实呢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这个印证呢 其实呢 起码当我自己在这么多年认识神 我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信心将要最后一个充斥的时刻 在一个我们要直接 可以说是 要分身下去 去同心 去相信 去释放我们最大的信心 的时刻 在这个时候 当我说到85年 头那两年 我觉得是 兜兜转转 那两年我直成觉得 如果是在事奉上 可以说真的接近是原地踏步 但是却是我学了一个功课 可以说是 神是度身订造给我的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极概念 在今时今日这一刻 我们将要在信心最后充斥的时候 我们每个都希望有更多的信心货币 得到神的 兑换神天国的奖赏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跟大家分析的 其实有人问过我 关于为什么 例如我自己的经历 和陈公子 或者包得灵 两个牧师 是如此不同呢 其实有一件事 就是 顶尖你们自己 是未经历过的 但是问题 就是 你们在某个情况下 是很细微地 经历 能够有机会 得到这份奖赏的考验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光景当中 我们错失了 我们不懂得检讨 所以我觉得值得在这里 自尊说到这里 值得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头那两年当中 我在人与事当中 最经历的所谓称为 一般人一定会称为折磨 去形容头那两年 其实我侍奉的头那两年 由八五年至八七年 其实差不多回了两年的时间 去和鲍德林的周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是 全威 其实 杰成 很多他们都是回到 当时回复兴的 甚至 连 玉珍师母 在我回来香港之前 就在复兴读神学 但是 怎样知道 当我回到来的时候 全威和杰成都发现 因为他们都有机会 在复兴教神学 但他们发现 他们自己教的东西 都不及得我说 那么紧要 但是问题 就是当时鲍德林目空一切 他说 总之他们的教导 他们的神害是最厉害的 那么 一点都没有夸张 其实当时他觉得 是最厉害的 他跟我说也不止一次 当然他跟他们身边的人 常常都这么说 因为他们的教导是来自 斯罗 而斯罗 就拿了Bible Temple的 著作 去做他们的教材 但是很可惜 Bible Temple的教材 是很深的 一般人其实是看不明白的 那么鲍德林是其中一个 可以说完全看不明白 而又以为自己很明白的一个人 那么你能够想象 因为这个不是我觉得 即成是联 所以当时传威和杰成 他们后来听到我分享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 原来那里是这样的 原来那里是这样的 原来这些要留意的 所以他们就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 本身在教导 这些神学的资料 给自己的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有个 叫做 神学 即是在他们的自己 教会当中有个 士罗神学 欲真师母 其实是在那里读的 所以能够想象 当我回来 拿回这些书籍 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很吸引 他们实际上 就好像忘记自己也有份 去教这件事 他们走来 常常跟着我去听 而因此 就导致了鲍德林非常不开心 其实人之常情就是那份妒忌 因为他很爱识传威 所以他觉得 直至是很卓他的面 如果是传威 杰成 走来听我教 分享 他们不是有得教吗 有得说吗 你还是说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在那两年 可以说我每周 都要找鲍德林去调停 一点都没有夸张 直至我结婚之后 都陆续有一年的时间 每周都要去调停 他开始要求我到什么阶段 他直接挑战我 就是说 你现在在这儿查经 其实我不是去教会的 你要记住 我去查经 你自己在你家查经 或者在这些地方查经 你每一次跟他们查经 你查经说的东西 麻烦你回来告诉我 我每一次 你能够想像 当时我尊重他的长辈 所以他们这种无理要求 我照做 全威或者潔成 他们就知道 我每周 例如我周一 我跟全威查人经 我周三 是抽回所有我和他们分享的 这些资料用的工具书 因为我跟他们说的 就是在我的笔记里说的 但是我跟鲍德林说 我拿了工具书 给他们知道 我没有说谎 我没有说错 我用这些 印用这些经文 印用那些工具书 就是说的是 二、三十斤 就搭车抽 去他教会 跟他们分享 我今周 我说了这些 我说了这个题目 我说了 我做了大半年的时间 这样去做 OK 因为他自己觉得 他是一派宗师 你应该这样做 我尊重他是一派宗师 我相信你很难想象 当日你牧师 竟然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当时我身边的牧师 就是这样欺负我 那我依照做 我说出来 我相信就算连他的后人 或者他身边的人 都觉得好像我占他的面子 但是他当时真的 是叫我这样做 我当时真的每个星期 抽这些东西去跟他分享 明白吗 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 要别人这样做 OK 如果不这样做 他也会威胁我 他一定会说我是邪教 一定会说我是邪端 他一定会发信 他全世界 去说我们教会是邪端 在香港是邪端的邪端 他说他因为他很出名 他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当中 做得很好 很多人都看起他 就算你们自己的 这间教会 都要拍我三分 而事实上 大家当然都知道 他真的后来有这样做 原因是什么 因为无论我怎样查 怎样跟他分享 他总是觉得他厉害我 他不明白 他就当我错 这样 到最后的结局 都没得谈过 我已经做到这样的程度 但其实是没有办法讨好一个 充满妒忌的人 事实上他后来真的发信 去全世界 包括我的舞会 当时 Glad Tiding 歌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他里面身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心也更增长了 Glad T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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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dику